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尔街股市的话有下滑 主要也是很多人都担心 美国现在新冠病情的话越来越严重 慢慢的迈进了这个严冬的黑暗期 在昨天还有这个今天这个路易宜 现在确诊人数每一天以12万到13万 这个成长人数增加 以前的话在6万7万大家已经觉得很严重了 但现在的话因为选取的议题 大家感觉没有将疫情放在心里面 而导致的话大家这个可以看得到 德州已经超出了100万的确诊人数 加州已经达到的100万的确诊人数 这两个州人口非常多 所以大家也是担心会不会像欧洲一样 以后重新第二度的居家隔离 现在目前的话还是没有具体的措施 不过的说专家已经是很多专家已经担心 尽管居家隔离就是因为人数确诊人数太多了 隔离起来的话这个家庭传染以后 还有加上现在感恩节也快来 圣诞节也快到 这种家庭聚会朋友之间的往来可能会更加密切 可能这个确诊人数会更多 当然现在目前里边的话 国会正在很多人也知道的话 除了这个疫情之外 大家希望他在国会选举之后 总统大选之后的话 国会能够相讨第三波第四轮的这个纾困计划 我们知道民主党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提出了 第四轮的这个英雄法案 但是共和党这个不愿意配合 后来在选举之前 川普总统曾经想办法的撮合 民主党要求2.4兆 这个共和党坚持只有一兆 后来白宫希望的话是能够1.8兆 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但是最后在选举前的两个星期 双方都没有达成协定 在这个共和党的领袖 McConnell他表示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能够有个纾困计划 但是在目前来说可以看得出 川普已经是没有真正在纾困计划方面有做出任何的举动 在今天昨天他过去选举之后的所有的推文 里边的话他无非就是要换国防部长 以后选举有造假 以后在今天的推文 我看了一下子也是一样 他最新的推文显示出来 在选举之中 很多地方政府选务办公室使用这个团体 叫Dominion Dominion这个团体的话 他说他会各地州已经有出 有显示出很多证据 估计里边的话 这个这套团体的话 将让他损失了270万张选票 有很多选票是投给他的 莫名其妙被删除了 有些是投给他的 被转移到这个Joe Biden经营里边去 他算下来里边的话 在大家所有的选票之中 我们知道的话 拜登获得的话是74 million 7400万 他拿到的话是7200万 所以是一个是差距 这是因为电脑软件出现了一个故障 或者是故意被动手脚 导致他的选票损失的话 那损失差距200多万票 他这个电脑软体造假的话 有2.7个million 他就是暗示说应该是他赢的 所以他现在不断在做这方面的动作 所以大家的话 国会参众两院的话 不再提到这个纾困计划 但是民众 他现在能够大部分的美国民众的话 都是靠着这个每个月的救济 政府的纾困计划 失业人士也是靠着现在的话 房租要交了 以后这个钱已经用完了 这种情况之下 再坚持下去的话 今年年底能不能这个有纾困计划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从目前国会参众两院白宫的行动 看起来的话 今年通过纾困计划 这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白宫的发言人 也是川普选举委员会里面的发言人 Kellie Maenery 以后接受Fox News 他已经说 他们已经掌握的234页 这个属于翻盘证据 这个很重要 当然这个证据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他讲的是Affidavis 有234张是这些民众签署的 这个叫做Affidavis声明书 他签字声明所说的东西都是事实 这底边包含的话 这些有一些参与选务的共和党人士 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民 他说我知道谁谁谁的话 这个有造假的事情 有幽魂票 有一些的话已经死去了 但是还在投票 所以这些一共有234份这些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里面 最重要是在Michigan州 来向Michigan州 来当地的法院来提出来的 可以看得出的话 当现在目前 可以说是川普进营 还有共和党发起 一波接着一波这方面的攻势 最重要的话 只中在四个州 跟到六个州 包括的话 Wisconsin州 Michigan州 Penselvania州 乔治亚州 还有这个Arizona州 还有这个内华达州 这些州里面所发起的这些输送 大概都是指控 这个输送 这个选举造假 有舞弊的行为 有舞弊的行为 这个凯里 这个发言人说 现在选举还没有结束 还早得很难 但是说再话的 现在目前的话 还早得很难 往往真正的输送的话 这争议点可能会发生 在11月23号到12月8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的话是大部分的州都要求来认证选举的结果 现在所有的州所发起的行动的话 他都是指做 指这些选举之中 不管是电脑原体出现问题 还造假行为 还有是死人投票 优魂票 这些的话 最重要的话 是希望 他不是完全要再重新计票 有些是要求计票 没办法让你来重新认证 现在乔治亚州已经开始手工验票 能不能在23号之前能够验证结束的话 这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验证结果之后的话 手工验证之后 这个法院有可能会再继续打下去 没办法在截止日期之前的话验证 但是的话每个州对每个州的选举法都不太一样 如果是州务卿 选举委员会没有办法在截止日期之前的话 这个认证 那怎么办呢 这个每个州都有不同样的规定 像在Michigan州 如果是没有办法认证的话 就由州议会来决定 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现在买下的伏笔 就是想办法 他知道重新验票的话 这个相差距离太大了 不一定能够验出结果来 但是他们现在所有做的行动 今天我们可以看的新闻 都是说你的选举有问题 以后埋下了伏笔 就是希望在23号到12月8号这段时间 各个州要进行认证的过程之中 阻止州政府的认证 阻止州政府的认证的话 就有可能的话 将来如果是各地政府没办法认证 在12月14号没办法确定选举人的话 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的话 在1月5号让国会来投票 来选总统 所以这个就是川普的计划 可以看得出的话 现在目前就像凯利所说的 This game is not over yet It's way too early 现在还是很早的 这也可以看得出 他们川普政府并不会轻易的 是说宣布输掉 最后的话 有可能是要一直会拖到1月5号 因为1月3号 乔治亚州进行选举 现在所说的 现在川普 拜登所要推动的健保改革 要更推动更多的 Obamacare 让更多州 然后向民众提供全民健保 或者是要加回 恢复美国 加进巴黎气候公约 重返国际舞台 还有的话就是加税 这些方案的话 他要求 他要推动 都要靠 都要看众议院 虽然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但是参议院 现在还是共和党的 共和党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获取到了50票 现在的话 如果是民主党 现在获取的48票 如果是能够成功的 拿回这两个票里边的话 那民主党夺回这两票 就50票比50票 如果是白宫是民主党 副总统 Harris 贺锦丽 就成为关键的一票了 他有一票 因为他是副总统 是属于 有在参议院投票的权利 所以这部分的话 对共和党来说 至关重要 要保住了 这两票 就有可能 稳住 参议院 当然 就是这种 这种情形 可以看得出 如果是拜登当选 但是他众议院 是由共和党控制 所以他推动的方案 可能没办法 这个进行 那如果是白宫 还是用川普主政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但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也所以像过去四年 过去四年一样 就是 川普要推动 什么 很多政策 很多预算案 都要跟民主党妥协 才能够通过 所以可以看得出 将来 这个结果的话 在12月8号 甚至1月5号之前的话 美国依然会出现 目前这种情形 就是 这个 不知道总统是谁 这种 可以说是危机状态了 不过 这个拜登 并没有闲下来 他在昨天的时候 他已经任命 他的以前多年的顾问 叫Ron Klein 出任他的白宫幕僚长 前提是如果他当选的时候 不过他现在已经进行了交接 这个准备了 当然 这个Ron Klein的话 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 进入白宫 一直是帮助 拜登 在2009年的时候 拜登 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这个Ron Klein的话 他是担任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 幕僚长 所以他在过去 1988年跟2008年 这个两度要参选 总统的 候选人的时候 过逐 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Ron Klein都是 这个拜登的这个首席顾问 可以看得出的话 拜登已经是为自己的 这个过渡时期做好了 这方面的准备 不过来说 罗兰基十八今天也报导的话 就是针对罗兰基市 这种市长 Eric Gassetti 这个大选之后 何去何从 做了很透切的报导 他说 在两年以前 Eric Gassetti里边的话 这个Eric Gassetti 他是以这83%的高票 连任 对他当时的话 连任的时候 他就宣布 在这个罗兰基大会堂里边 开了这个会议里边 他说 我们要将罗兰基 变成世界上最 最热门的旅游中心 将来会 还有一个贸易中心 将来会吸引各地的 这些游客 罗兰基来 还有罗兰基会成为 美国跟世界各地的贸易中心 当然在这个过去两年 事情并不是像他想象一样 尤其疫情之后 旅游业基本上已经是停摆 旅馆 还有这些酒店 酒店饭店都受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但是在 他自己的话是属于民主党 但是的话在民主党里边的话 外界看起来 它是属于激进派的 所以的话在激进派 但是在这次从今年6月份开始 Black Lives Matter之后 这佛罗伊德这个枪 这个案子之后的话 这个尤其是很多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更直进的措施 在这种的话 激进措施的 激进人士的压力之下 这个Gassetti的话 他已经下已经是财奖了警察 一亿五千万的这些资金 你可以看得出LAPD的话 在昨天也宣布 所有这些交通事故 我们不再处理了 因为没有人力来处理 所以你在LACITY里边 就是发生车祸 打电话来 警察不会来 所以最重要的话 如果是遇到车祸事故 拍了照片交换资料 以后保存资料 因为很多交通事故的处理 未必需要警察报告 只要你有双方 有对方的资料 这个以后能够记录下来 以后可以拍录 这个录像也好 照片也好 以后交换资料 以后要保管公司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LAPD四期也受了很大的打击 在前天 洛杉基警察局里边的工会 所公布的这个内部调查 他说83%的民众 对现有的局长 Michael Moore的话 是不满意的 然后对市政府的话 60%的警员的话 是不满意 市政府对待他们这个警察 可以看得出的话 士气非常低落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市长的话 这个裁减经费 是造成很大的 这方面的问题 在疫情之前 市政府已经是表示 因为这个财务资警 要裁员 准备要将市政府的 一万多人裁减 但是没想到 工会的压力情况之下 现在洛杉基市政府 还是举债来养员工 但是的话 他也是期待 这个英雄计划 民主党的英雄计划 能够通过 因为英雄计划通过的话 加州还有洛杉基市政府 可以得到联邦的补助 但是民主党这项方案 并没有获得通过 这种情况之下 洛杉基财政出现很大的问题 再加上的话 这个他以前的话 他自己LAPD 有派一个 有派两个警员 作为他的私人保镖 这个私人保镖 在去年开始告市政府 跟这个 还有告另外一个 他的顾问 这个顾问的话 指控性骚扰他 性侵他 这个案子的话 他本来是警卫并没有针对市长的 但是取得这个案子的进展发现的话 市长知道这个事情还开玩笑 并没有阻止这个事情里边的话 也让很多民众觉得的话 你市长顾问心边的人去骚扰性侵 这个你的警卫 你应该知道 你没有去阻止 以后你口头上的话 是说这个反对性侵行为 但是你心边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你视而不见 以后这个见而不理 这种情形里边的话 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影响了他的民调 不过在这次大选总统选举里边的话 这个Gap Cassetti的话 并没有留在洛杉基 他大部分时间的话是到全美国各地去 去替拜登去助选 因为他担任了拜登竞选的共同主席 所以他支持了几位候选人 两位是现任的市议员 得到他的支持 但是没想到的话 就是因为他的支持落选了 以后另外一个的话 他后来改变了措施 原来他是比较支持 这个对这个检察长 这重罚犯罪这个警察长 这个Jackie Lacey支持的 但是他发现风向不对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黑人命也贵 这个运动是针对这个检察长 能够希望支持一个更直径派的候选人 就是George Gascon 出来 他后来了改变策略 他跟Jackie Lacey的话 这个已经是相互支持 已经有八年的历史 没想到的话 在选举前的三个月 这个市长在激进派的压力情况之下 他改变的措施 宣布支持George Gascon Gascon当选了 Gascon当选的时候 当然这也是显示出来 激进派的力量 在洛杉矶已经是慢慢的占了上风 所以说在温和 在原来Gascon的话 在外界看起来 他是属于激进派的民主党 没想到这次选举之后 他现在的话 他已经是属于比 因为有更激进的人 比他更激进 所以他要求 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会出现一个问题 他现在反而变成民主党的温和派 说洛杉矶的日子不好过 罗汉纪时报说 因为在经济压力 以后再加上的话 他的政治立场已经是很难 激进派不满意他 温和派觉得他太激进了 激进派觉得他不够激进 以后这个经济出现问题 Homeless流浪汉的问题 都给罗汉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再坚持两年 认完其好 还是现在的话 他有机会成为拜登内阁官员 有可能是出任交通部部长 接替赵小兰的位置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也他这个洛杉矶时报的话 他也说 有些专家说 他最好是赶紧趁着这个机会的话 去做内国官员 但是也有人说的话 他留在洛杉矶做市长 有可能的话 就是这个前途的话 就到此为止的 所以他最佳出入 有可能就选择了 这个出任交通部部长来躲开 这是洛杉矶目前出现的重大的危机 但是的话也有人指出 这样洛杉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果市长的话 这个面对问题而逃跑了 那将来的话 他要重新回到洛杉矶的政坛去 或者要选加州的州长 或者是选美国的总统的话 洛杉矶这个政治的话 对他未必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有人也是坚持他 应该是留在洛杉矶 但是的话 留在洛杉矶 如果是洛杉矶情况恶化 同样的也会影响到将来 他竞选州长 还有竞选美国总统 这个政治的计划的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最重要是他个人的决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将来两个月之内 可以看得出 我们的市长 Gassetti 去向会何取何从来 好 另外一个新闻的话 也是蛮强势的 就是这个15号提案 这个15号提案的话 我们知道在这次选举的话 加州选民有机会选 选那个22项提案 其中很多项头提案的话 都是因为牵涉的修宪 好像16号提案要修宪 15号提案的话 要影响到税收 叫加税 这些的话是用选民来 这个来通过的 当然在15号提案的话 是加州州长纽审 在后面推动支持的 他们认为的话 现在我们加州 遇到前所未有的 这个财务危机 在联邦政府 尽管就算将来 联邦政府会拨款给州政府 但是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 弥补现在疫情 而引发的经济危机 所带来的财务损失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15号提案是要将 这个房地产税 原来是受保护 受13号提案保护的 就是当时 现在的乡业房地产 是以当时购买的价格 每年不能够上涨 一个百分点 这种方法来收税的 15号提案的话 就是说 是按照现在的market price 好像以前 20年以前 你买的房子的100万 现在已经挣到了2000万 这是以2000万 这个价格来打税 所以这个部分 对乡业的影响非常大 当然州长在后面推动 以后三大工会 在后面推动 三大工会 包括老师工会 护士 这个护士工会 还有一个的话 是firefighter消防队的工会 这三大工会推动 在过去20多年 30多年 所有的这些加税案件 只要提到 为了你下代的教育 为了你的社区安全 为了你的健康 所以他推动了 所有的加税案件 都是会通过的 但是今年首一次没有通过 原因的话 根据罗汉基时报的分子 就是因为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 大家都感觉到里面的话 如果是现在 乡家都没有办法 这个生存的话 那何来工作就业机会呢 所以他在 但同样的 也是显示出来 这三大工会 所后面推动的这些 加税法律 这个他们的政治 他的吸引力 也不像以前一样的 因为他很多民众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对工会的话 已经是恨之入骨 也有很多 在不同样的民众 对这些工会的话 控制议会 也是非常不满 不过来说 15号提案被打败了 以后商业 商家也可以松一口气的 但是他并不表示 加州议会 不会针对这些 1615号提案里面的话 会卷土重来 现在的话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加州是一党独大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 还有民主党控制的 Sacramento州府 这三个机构里面的话 这次选举 加州的民主党 还是控制的 绝大多数的票 75%的票 都是属于民主党的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既然公投没办法加税 以后他们现在 可能会做的话 是采用两个立法 这个允许的 可以透过州议会的立法 增加个人的所得税 还有的话 增加我们消费者 购物的时候 所付的销售税 这两个税务的话 估计在明年的议会 服务会之后 会才有一大堆 这类的话 加税的提案 以后会 再透过议会的方式 来通过 有很多加税的地方的话 有时也需要 选民的同意通过 但是他也有一部分的 这些加税的话 好像就是 我们的假期游税 牌照税 还有这些税里边的话 是不需要 选民的通过的 所以州议会可以通过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是当年加州的 这个前州长 Grey Davis 落选的原因 也是因为的话 他要加汽油税 以后这个部分 很多民众反弹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但是民主党会不会用 其他的方法的 变相的 来征税的话 因为加州的预算 现在吃紧 所以他要想办法 开源 但是他节流 他并没有开启任何节流的措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会 因为毕竟民主党的话 他都是觉得 每个人 每个乡家都应该付更多的税 这样子的话 来增加政府的收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预测 虽然15号提案被打败了 但是的话 其他方面 销售税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有可能的话 会在明年的话 在议会里面提出来 并且的话 可能会获得通过 当然罗汉基时报的话 今天还有另外一篇 很深度的报道 就是说 拜登当选总统 如果是他当选的话 将来出任美国的总统 对中国的政策 说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 这篇深度的报道 他采访了十几个 中国问题专家 对将来 这个拜登政府 可能对的对华政策 有哪些调整 我主要的话 跟大家解释的 四五个要点 第一个在选举 这个在选举的时候 拜登已经推动 他们要组织一个 这个共同进线 重新启动 所谓的TPP 我们知道的话 中国是推动一带一路 以后 美国要围堵中国 以后他们在 在欧巴马政府的时候 曾经提出的一个 叫TPP Trans America Partnership 泛亚太地区的联盟 有14个国家加入 都是围在中国 包括的话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还有这些国家 都是中国一带一路上面 遇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所以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川普退出了 但是 博巴马 政府提出了这个计划 暂时被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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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联盟的话 他没有正式的明清 但是的话 是有四大国家 美国 这个澳大利亚 日本 印度 这四大国家里边的话 也是 迈蓬佩里边的话 在亚洲之旅里边 这个已经是组织的这个联盟 他们估计 这个拜登政府的话 还是会继续推动 推动这个四国联盟 这种方法 当然 对付中国的 他的政策 不可能是美国单挑了 他们将来会采取的话 共同蛮有来对付中国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他会继续TPP 有可能会继续跨 这个QUAD 这四国联盟 这种做法的话 就是要想办法组织联盟 来对抗中国的崛起 以后 但是的话 他们也预测 这个部分 川普对华政策的话 是这个没办法预测的 也是很突然的 也是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没有系统性的 他说对中国的政策的话 将来如果是拜登出任总统的话 预测性跟稳定性 就是比川普会更好一些 所以民众可以知道 这个民主党会做什么事情 可以预测性的这部分 在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在民权问题 这些的话就是民主党的立场 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 不过这次选举之后 我们知道在大选过程之中 川普的话将这个疫情归罪为中国 以后并且的话 这个对这个Tita 还有这个微信 还有这个电信 这方面的国家安全 三单五次提出的这个问题 所以的话在民意调查方面 三分之二的民众 在选举之后认为中国比俄国对美国更具威胁性 在所有的总统辩论会里边 可以看得出美国的敌人是谁 以后川普说是中国 以后拜登说是俄国 以后现在的话三分之二的民众说是中国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 这个同样的中国对美国的好感人数 这个比例也是减少了 对美国的敌意在中国方面的话 也是在上升 所以针对这种情形里边的话 他说对华的政策 拜登可能会减少对中国的攻击 在原语上面 但是因为他毕竟在全球气候的合作方面 在新能源方面 在经济方面 疫情问题上面 还有这个北韩问题上面 北桥险的问题上面 还是要需要中国的配合的 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提到 不管是拜登也好 还是习近平也好 他们这两个两国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将来会面临同样的一个处境 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重重 另外一方面要面对的话 川普之后的这些被打得试破 捕猎的这些国之关系 要重建起来的话 相当困难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这篇文章蛮中肯的 发言大家的话 有空的话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罗罕纪时报这篇 对华政策的一个深度报道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新闻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